艾菲尔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样星座的人 出国最舍得花钱 好 我们来关心一下 我们自己 那这个图板呢 是要告诉大家 什么星座的人 出国最舍得花钱 请大家参考 太阳以及上升星座 如果有上榜的话 你在出国的时候呢 你会是一个 非常喜欢花钱的人 但是花钱都有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 究竟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三名上榜的太阳上升 如果是狮子座的朋友的话 出国最舍得花钱的原因 是因为 狮子座把这个出国花钱 当作是把钱花光 为国争光 那么这样的一个团体呢 特别是在这种旅游团 或者是在跟团的时候 进入那个所谓的 这个名产店 或者是这种买那种 就是什么 一些这种 土产 土产店的时候 那么狮子座的人呢 最愿意就是在花钱的时候 太阳老师 你只有去留学是不是 中国人快忘光了 所以呢 狮子座的朋友呢 喜欢呢 花钱为国争光 我觉得呢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你身边的这个狮子座的父母 或说你自己是不是有这个特质 再来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的话 天秤座也是出国喜欢 舍得花钱的原因是 他们喜欢买衣服跟美食 而且呢 是全部打包 那么天秤座呢 对于这种国外的一些特色小店 他们所贩卖的一些美丽的精致的衣服 或者是美食 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招架能力哦 那么看到的时候 他们觉得说 哎这个帮我包起来 那些好看的衣服帮我打包哦 所以整体来讲 他们在出国购物浴的时候 其实会比在国内还要产生更高的兴趣 因为他觉得国外的衣服都好漂亮啊 所以呢 天秤座的朋友 他们对衣服跟美食是毫无抵抗能力的 再来看一下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哦 如果是这个星座的话 出国最舍得花钱就是 双鱼座哦 原因一定是糊里糊涂 根本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 我觉得从刚刚蒋伟文他所提到那个 去听那个就是你从哪里来这个部分 我觉得双鱼座可能有上榜 来看一下什么原因哦 这个双鱼座出国在花钱这个部分上面 他们觉得就是说 如果能够体验出一种不一样的这个 玩乐的乐趣 或者是一种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新奇的体验 比如说高空跳伞啊 或者是做热气球看日出 或者是说去一个神秘的这个 山洞来去探险啊 这种属于秘境探险 而且呢 必须要花钱才能够得到的 加值的享受或者是秘境的享受 那双鱼座呢 最能够引起他们的好奇心 也愿意去做一个新奇体验 那么有上榜的朋友呢 狮子座 天秘座 以及双鱼座的朋友 都是出国特别舍得花钱的 给他做参考